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一致的 我们为什么把它画到1841年 就是马克思开始建立自己的实践维吾主义的这样一个理论 就是这个理论它是随着面对时代的变化而不断的丰富的 不断丰富 也可以说马克思一生 因为他的这个理论实践理论面向现代社会 而且它的框架里面本身是开放的 所以它的始终面向现实社会 所以马克思一生都在探索过程当中 一生都在理论探索中 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理论探索 所以它形成了从早年晚年的这样一个发展 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是在观念上 是不从文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转变 而是不断的丰富自己的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哲学 它没有创立一个完整的 就是用书写出来的一个哲学体系 它只是什么 给我们这个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提供了一种范式一些提节 然后供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样一个发展 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还是这个历史的 看待这个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学说 但是在结构上 在结构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 四个相对的 把它做三个大的部分的这样一个分析 一个呢它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这样一个确立 这样实践唯物主义的确立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观念的这样一个变革 实践唯物主义有什么 有哪些这个观念 它的这个思想是什么 然后它的内容是什么 那么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框架 第二个部分呢 是它的历史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可以说如果我们把它放到 整个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上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呢 可以是说是历史观念的一次革命 历史观念的革命 然后最后呢 就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 我们就着重讲它这三个观点 那么我们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是开放的 是开放的 首先体现在它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原则上 原则上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开始讲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介绍它的生平以后 我们要讲它的这个理论 第二节呢 我们就讲一下 实践唯物主义原则的确立 实践唯物主义原则的确立 就是马克思把实践唯物主义啊 称之为新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称之为新唯物主义 我们说的新唯物主义是相对什么来说呢 相对旧唯物主义 相对旧唯物主义而言的 特别是相对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而言的 那么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呢 它提出来的 就是说反对神学要研究自然的人 它提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哲学啊 应该研究现实的人感性的人 现实的人感性的人 而不是应该研究这种抽象的观念的人 那么这样一个观点呢 可以对马克思那是得到肯定的 这个我们说的 它受费尔巴哈的这个影响啊 是强调这个观点的 但是在如何看待现实的人和感性的人的这个问题上 也就是说什么是现实 什么是感性 在这个问题上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又持批判态度 又持批判态度 就说在马克思看来 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就在于 他没有从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的意义上 来理解现实和感性 就是现实 什么是现实 什么是感性 这个是当时的哲学啊 需要说明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所以呢 他不能看到人的活动 对于能得存在的意义 所以这样的马克思就把这个 呃 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马克思就把实践唯物主义 定位在对感性的人的活动的说明上 感性的人的活动的说明上 所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啊 首先要说明解决的是什么 什么是感性的人 感性的人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看马克思讲的感性的人的第一个规定 第一个规定 也就是我们讲的唯物主义和自由意志 那么唯物主义和自由意志 他讲的感性的人的第一个规定是什么 他说人是个体性 人是个体性的 所以他强调第一个观点呢 是个体性和人的自由 自由的人啊 是个体的 是个体的 呃 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呢 实际上我们说了 呃 他一开始啊 当他接触黑格尔 去年就黑格尔的这个法则学的时候 当时大家面对的是什么 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的讲的市民社会呢 就是要面对个体的问题 因为你是交换经济 所以你必须啊 要讲这个个体的自由是如何可能的 如何可能的 呃 那么个体的自由是如何可能的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说了 当时的这个呃 整个青年黑格尔派 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他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对自我意识 是以自我意识 这样一个概念 这样一个概念为核心开展 就是说 这个哲学和现实的研究啊 它毕竟是哲学 它不是对现实现象的一个罗列 而是对现实的一个 本质的一个反思 本质的反思 所以他用他的哲学的语言 来表达他对现实本质的一个说明 那么表达这个对现实说明的这个哲学语言呢 就是对自我意识的研究 而自我意识在哲学史上 按照黑格尔的这个哲学史的描述 它是在什么呢 希腊化的哲学 就是和希腊化的时期哲学是相对应的 所以当时整个的这个七年黑格尔派 就开展了对这个希腊化时期的研究 希腊化时期的研究 看起来是一个哲学史的问题 实际上是解决 现代社会的人的自由如何的问题 实际上是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所以马克思在当时呢 就对希腊化的时期做了一个研究 在博士论文里面呢 他特别分析了Ebjolo的这样一个哲学观点 那么在对个体性和人的自由问题的 这样一个规定上呢 他注意到Ebjolo的两个重要观点 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呢 是对原子的内在结构的分析 对原子内在结构的分析 就是说Ebjolo啊 把这个原子的内在结构呢 他说有两种特性 两个这个规定 一个呢 他用了概念 这个词 一个呢是用了特性 什么是概念呢 所谓概念呢 它是指的原子的值 原子的值 我这一个 我这一个 这本书它是有什么规定的 比方说我说它的性质是什么 也就是说 对它本身是不是一种规定性 一种规定性 所以这个值呢 也就是原子作为存在的规定 作为存在的规定 也是原子的个体性 精神的和形式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形式东西不是这个 外皮的这个外在形式啊 讲的是这个亚里斯多德的形式概念 就是它是一个主体的 能动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呢原子 也就是说当这个原子自身规定自己的时候 它自己精神东西规定自己的 规定自己的值的时候 它是什么 是个体的自我肯定 是吧 这个原子不同于那个原子 这个事物不同于另外一个事物 表现的这个值是什么 一定是个体性 是我不同于它 所以它是特殊 它是特殊 而表现为这样一个 所以这个值的东西啊 它是什么 表现了原子的一个 因为它是精神的东西 所以它表现了一种自为的存在 因为它是精神的 是可以自我意识的 我能意识到我 这是一种自为的存在 是自为的存在 同时也是不变的存在 所以它是决定本质的方面 本质的方面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这个伊布九楼啊 他强调 他的原子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另外一个规定 它是什么呢 就是特性 他用的是特性这个概念 那么特性这个概念呢 它表现的是什么 是一个资料的东西 就是我们说康德啊 这个前面亚里士多德 最开始提出形式和资料啊 它是一个资料的东西 也就是说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那么这个物质的东西呢 它表现为什么 它包括这个原子的体积 就是它的这个长宽高 我们说一个桌子啊 它包括它的体积 包括它的形状 它的外形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包括它的这样一个重力 马上说这个重力这个概念呢 它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那么这一个代表的是什么 原子的一个物质世界 是吧 它是物质的东西 它是资料的东西 是物质的东西 所以呢 它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定 它所反映的什么 是原子的一个自在的存在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自然的存在 一个是它的精神的存在 一个是它的自然的存在 自然的存在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变化的存在 一个是不变的 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规定性的 是一个形状的 那么这个呢 可以说它是一个变化的 是一个变化的 是一个现象的东西 所以一个是本质 一个是现象 一个是本质 一个是现象 那么这个马克思啊 说这个概念啊 伊布九罗分析的这个概念 是非常有意义的 它的意义在什么呢 首先啊 它表达了人的 就是说它表达 人的自由存在的一个理解 你怎么去理解人的自由 人的自由啊 它首先是一个个体性的存在 个体性的存在 所以我们现在有的这个 我看到有的文章说 马克思早年没有探讨个体 到后来这个得意识形态 才探讨 其实不是的 马克思从他的整个贯穿的思想 就是这个人的个体 自由的发展 所以共产党先提出来 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未来的这个共产主义 是什么 自由人的联合体 强了每一个个体的 这样一个充分的 这样一个发展 充分发展 在这个地方马克思就说 它首先肯定了 人的自由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 它不可能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普遍 而是一个特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强调啊 这个自由是自己规定自己 这个自由不是受外来的东西规定的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 自由是存在的 而不是一个认识的概念 我们讲认识的自由是什么 认识的自由 我认识的外在必然我就自由了 那么我是以认识外部自然为前提的 马克思讲 你作为一个本体的存在 它是什么 它是自我规定的 我本身就应该是自由的 它的本体概念 这个自由是什么 是由它的内在精神规定的 是由它的内在精神规定的 但是呢 这样一个内在精神呢 又不是一个死裸裸的精神 就是一个绝对抽象的 这样一个精神 它必须啊通过它的物质的 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以任何人的自由呢 它是什么 它的精神的东西啊 是包括在它的物质的 这个形式的里面里面的 就是说它一定呢 是由它的外在表现的 是通过一些现象表现出来的 这是马克思的这个 可以说是现象学的一个思想啊 它是一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 它的值的东西 离不开这个现象 所以它 它的实现呢 也一定要通过什么 扬起它的物质的 扬起它的现象东西 而实现自我 而实现自我 所以这样一个 内在的精神的规定 和外在的物质的现象形式 就是能的自由的结构 就是自由的结构 为什么说 而这个自由的结构呢 就是一种感性的人的存在 如果说 你仅仅讲概念 讲它的自为的规定 你仅仅是精神的存在 那么它不可能具有感性的存在 它的感性的形式从哪来呢 从它的特性 从它的资料和自在的规定当中来 所以马克思说 这个感性的人 感性的人啊 它不可能 感性的人作为个体的自由啊 它有感性的形式 这个感性的形式呢 就是它的资料 它的自在的存在 所以它是从它的资料 它的现象形式当中 获得了自己的感性的存在 这个是去不掉的 是去不掉的 是两个连在一起 所以正是这个结构 使马克思啊 就说形成了一种 这个新的这样一个框架 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这个 实际上在讲人的自由的时候 两个方面啊 我们再可以看一看 这个马克思所说的 黑格尔强调了精神的 能动的方面 可以说他强调了概念方面 没有看到这个资料的方面 所以他找不到感性的人 对而巴哈呢 看到了这个感性的方面 而忽略了精神的方面 所以呢 他的这个能啊 是一个消极的 没有能动性的这样一个能 马克思所说的这个能 不是说我既有精神又有物质 而是讲什么 从他们的结构上讲 这个概念的精神的东西 是他的一个规定性 他的一个自我规定性 而这个资料的东西 自在的东西 是他的一个现象的表现形式 现象表现形式 那么从这样一个特点 马克思就过渡到了这个第二个 马克思就过渡到了第二个特点 那就说既然这个 这个观点的话 马克思就第二个观点 就要对原子的实现进行分析 既然你这个人的存在 是个体自由的 那么它是怎么实现的 它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马克思分析了 伊比九楼的原子偏斜运动的 这样一个学说 这个原子偏斜的运动啊 最开始呢 是德摩克利特提出来的 德摩克利特呢 他认为啊 他的原子啊 是应该做直线运动 做直线运动 这个直线运动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直线运动 它是一个整体 是必然性是吧 我必然干的这样一个来运动 他说这个 但是呢 在这个运动当中 有时候会发现偏斜 就出现了偶然性 出现了偶然性 他说这个偏斜啊 是违背了必然性 所以这些原子呢 它是没有意义的 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呢 他就把这样一个 个别的这样一个偏斜运动啊 看着被排斥掉了 就是在他的原子运动当中啊 它是一个被 需要被排斥的东西 但是呢 和这个 德摩克利特不同 他的这个哲学不同呢 他就认为 伊比焦罗就认为 这个原子偏斜是最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你这个是整体 是一个普遍 直线是一个整体 是普遍 是必然的 所以他不能看起来 他的一个个体的东西 但是你一偏斜了 我之所以能偏切 这个整体 是不是体现了 我的个别性 是吧 刚好他体现的是偶然 这个正是在偶然和 这样一个个别性 特殊性 这个偏斜当中啊 表现了我个性的一种实现 我对整体的一种 否定和阳气 否定和阳气 所以呢 马克思就说啊 他说这个伊比焦罗啊 看到了这个个别性啊 个别性啊 这个偏斜运动啊 这样一个意义 刚好说明了什么 是能的自由问题 而且伊比焦罗也是这样理解的 也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说能的自由 能的个体的一个实现 是表现为 他对整体的 对普遍的一个偏离 一个偏离 或者是一个否定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伊比焦罗特别强调 一个排斥的概念 排斥是什么 排斥就是否定 否定 就是从他的这样一个 整体当中 把他否定出来 也就是说通过否定 来脱离他的现象的形式 也就是说 你这个特性 这个概念 怎么脱离他的特性 怎么把自己实现出来 我的个体精神实现出来 他是通过排斥 通过否定啊 来实现出来的 所以马克思说 在这个地方啊 伊比焦罗呢 刚好提出了原子的实现的分析 也就是说 个体的自由是如何实现的 就是说你要活得你的存在 你光被包在这个现象里面 你是一个未完成的 是一个朦胧的 能不能看不见的 能不能看不见的 但是一旦你表露出来了 你从超越了这样一个 你的定在的这样一个力量 超越了你的这个质量 和自在的时候 自我实现出来的时候 你的精神的东西 就表现出来了 表现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马克思就说 这个人的自由的实现啊 是一个自我否定的活动 那么这个自我否定的 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否定 而是人的自身的否定 就是说 他的自在的职 他的内在精神 对他自身的 包括他的这个自身的资料 他的自在 他的定在的一种否定 是一种自我的否定 自我的超越 自我的这样一个超越 那么这样呢 既然这个 个体自由的实现 个体自由的实现 是对自我物质存在的一种否定 你们可以看啊 马克思后来讲 这个异化劳动的时候 实际上都是讲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你最开始了解说 一定要了解马克思 对这个原子结构的一个说明 你只有了解他才知道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讲了个体自由的问题 讲了人的问题 是以什么方式来讲 他的内涵是什么 内涵什么 他的实现是什么 那么我们说 既然这个个体的实现 是一种原子的偏斜 就是是一种偏斜 是一种对自身的 这个物质的定在的一种否定 是一种偶然的存在 那么什么是偶然 那么什么是偶然 所以在哲学史上呢 就有一个对偶然性问题的一个探讨 偶然性问题的一个探讨 这就构成了马克思 讲这个个人的 感性的人的第二个概念 就是对偶然性的一个研究 偶然性这个范畴的研究 就是对偶然性这个范畴的一个改造 对偶然性范畴的一个改造 就是马克思这个 为什么要对这个范畴进行改造 首先马克思要对这个感性这个概念 做一个说明 既然你说人是感性的人 那么什么是感性 那么什么是感性 马克思认为啊 这个感性啊 它可以有两种含义 一个是论识论的 一个呢是本体论的 这个近代哲学啊 讲这个感性的时候 是和理性相对的 是吧 和理性相对的 是一种 这个能的一种感觉的 知觉的认识 感觉的知觉的认识 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认识呢 它说的是什么 能的一种主观假象 就是我是假象的东西 我只有进到理性的东西 才能把握本质 所以这个感性的东西 它只能什么 是一种对现象的一种感知 对现象的一种知觉 而不能这个反映这个 这个所观察事物的本质 所以它是什么 联系 能联系外部世界的一个中介 中介一个桥梁 我认识外部世界 我需要通过一个感性 然后来认识外部世界 这是近代哲学啊 所着重探讨的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里